- 原调题,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后,台湾这些人宣布启动合同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, 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,持续在岛内引发感想。 4日,中华民族团结协会等团体,在台北举行启动两岸合同进程记者会,呼吁岛内各纪自信,坚定的参与探索两岸合同进程。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中山表示,岛内民众无需在争议久而共识,眼下应该着眼的是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眼影,不要因为极少数搞台独分子制造可能的战争,两岸民众要务实,要幸福,要繁荣,我们要快乐。 与会的台湾知名学者葛永光表示,统独问题,关系到台湾2300万民众如何做选择,而所谓台独不可能,也不可行,更对台湾2300万民众不利。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两句台湾方案,台湾应自信,勇敢,坚定的参与探索统一的方式,寻找共识。 中华民族团结协会领域理事长,台陆军退役上交夏颖周则表示,相比所谓独,台湾更应该谈统,建议兰绿进行一个兵棋推演,一起探讨统独问题。 据了解,与会各团体将于八个月内在台湾各地举行八场活动,包括研讨会、演讲会、闭门论坛等,启动对两岸和平统一建成的探索。 而这样的讨论不会有定调,更多的是探索怎样的方式,对中华民族最好,谋求中华民族的最大福祉。 对于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,岛内舆论界也是持续关注,台湾著名主持人黄志贤,就用非常振奋来表达自己心情。 黄志贤说,习总书记承诺,台湾同胞,要一起参与中华民族的父亲,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台湾同胞,所有我们的顾虑,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,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看到了,都理解,都会尊重。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,但是没有放弃武力,为什么?因为那不是针对台湾同胞,那是针对外国的势力跟少数台独分子,以上的每一点,都代表着总书记的格局,气度和坚持度。 黄志贤表示,两岸统一,有很多的困难需要解决,尤其外部势力在岛内裴之代言人,为两岸统一设置各种障碍,李登辉,陈水扁,蔡英文等人,不断进行去中国化操弄,甚至妖魔化大陆,因此,黄志贤认为,两岸统一目前最大的挑战,是唤醒台湾人对于身为中国人的认同。 两岸统一的进程了已经开始,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他相信,两岸统一我们这代人可以看得见。 图片出处除特别著名外,均来源于网络,转载成请著名出处今日海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